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杰森现在掌握这个项目的决定权 全律所那么多律师 他让秦师单独去找他 什么目的 你心里不清楚吗 而且现在他们已经失联了 酒店和律所都没有人 王杰森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更清楚 他单挑秦师去见他 难道没有你的原因吗 你想我做什么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什么叫我想让你做什么 你该做什么你心里没个谱吗 走 洛杨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说话呢 出什么事了 瑶瑶出事了 瑶瑶那个酒店有个神经病伤了人 好像把瑶瑶给捅了 你上岗知道了 咱以前有个群啊 我们有个同学 做记者的 跑社会新闻 你看 走 去哪儿啊 找秦历师还要回去找瑶瑶啊 去哪儿啊 找秦历师还要回去找瑶瑶啊 王总 你先好好休息 等我联系好了 瑶瑶 是 现在这间屋子里 只有咱们两个人 就别撞了 现在这儿没别人 仅仅写报告 那可就太浪费时间了 你先别着急 有什么事等你写完报告之后 再从长计议 您今天哪儿都别去了 就在这儿踏实地写报告 需要什么就随时跟我说 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好好 先给您泡杯茶去 好好好 好 其实啊 这可是太美了 像你这么美的女人 就不应该跟杨华那样的相散 你就应该跟我 你只要跟我在一起 我保证 让你每天都活在天堂里一般 好啊 睡吗 冬娜 好啊 请示 你跟杨华离婚了 我们家请示 为你这案子尽心尽力的 你倒好 还想把她老公拐到澳洲去 合适吗 别回头 跟我走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到处都找不到你 我们都快急疯了 好啊 怎么了这是 你看 来看看我给你布置的办公室 咱们就从蓝总这次的案子 开始合作呗 这就是大部分人故事的结果 这段时间里我也想了很多 一个人也许可以很自由 但两个人也能很自在 现在我想明白了 是他们 喂 喂杨先生啊 你好啊 我是胡平 我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 我刚才的提议 林总 不回来 不是 林药 你别这样 哥 你别这样 林总 你别这样 林总 陶律师 这 那是我儿子 多大了呀 五岁多了 瑶瑶有个儿子 你知道吗 把你叫个车好吗 把手机给我 哎呦 你放开 你干什么 两年了 我以为我可以放下一切 从新开始 大机会 我以为我可以跟别的女人 结婚生孩子 陶律师 你放开 我平静的生活 放开我 你听我说 你知道我们不是钱大 也知道随时可以退出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跟你结婚很好 我也没想过 跟其他人结婚 嗯 你要我 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离婚 咱们真的要接这个案子吗 咱们真的要变成自方的走狗 去到处要人吗 注意你的措辞啊 我现在是助理律师 按公司规定 我没有资格独立结案 其实都是聪明人 咱不用让班的时候 如果我能完成好这个案子 我没有 欢迎你会失业了 秦律师 你收了你这枪什么好处啊 你知道他要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有没有想过 离开这里 没有 我觉得这里并不适合你 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 没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 忙出来 好的 没事吧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了 你说 妈妈在这儿哪儿 谁欺负你了 你说 他打我 你等会儿 你打了我儿子还想跑啊 我没打他 看什么看啊 这位叔叔没有打人 你个小孩 你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 你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了 他是你爸爸是吧 你怎么了 没事 不好意思啊 我儿子喜欢吃素 我也喜欢吃素 你好 请问可以点餐了吗 那 三号 好吧 那三号吧 我道一号 好 好 好